其实出佛曲对我来说从17年以前 其实都是有一点 其实是随缘的 并不会是说我想要几年出一张的计划 所以有的时候是一种水到渠成的感觉 或者是一段时间我觉得 有些想法有些感触 或想跟大家分享的时候 就会开始策划一张佛曲的专辑 那这一次呢 我们是在2019年吧 开始寻求制作呀 作曲呀 编曲呀 选择了一些就是真言咒语 就是在我们如果接触佛教的朋友们 时常会听到的一些咒语 可是以前一直没有唱过的 然后到2020年的时候才发新 整个的专辑的风格 除了我们自己选的这个词译的内容 或者我们的这个咒语禅诗的内容以外 那作曲者也会给他加很多的色彩 那这次有黄韵玲 有图影 还有第一次参与这个佛歌创作的小虫 他有一位是向众伟 他其实是跟我合作很久的一位音乐人 那么他也在前一阵子去年 他就离开了 所以这个宋别就是他编的曲子 所以那时候觉得这首歌也是对他的一个怀念 因为在作曲的过程当中包括编曲 因为可能你原来是用念的咒 可是当它变成一个音乐的时候 你会有一番完全不同的感受 那我们选择的这几位作曲者呢 他们都还是在现在线上非常活跃的一些音乐人 他们对于这个拿到这个咒语的时候 他们也会消化很长一段时间 然后感受想要用什么样的音乐形态去表达它 那么这次来我觉得很惊艳 我觉得小林他这次像《钥匙咒》 他就特别用一种 有一种有几乎近似在送念的感觉 他在唱 可是他用同样的音频这样唱 然后编曲非常的简单 可是这次我觉得有两首歌 就像《欺负灭罪真言》 还有我们的《钥匙咒》 它在编曲上让我感觉很超越的那种 有点外太空的感觉 就感觉很宏大的 很简单 可是非常非常 好像超乎了人的一个世界的感觉 那这首《送别》呢 它是一个夕阳的一个歌曲 有洪毅大师当时有一些感触 填了词 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名曲 所以这次也是因为 可能前面是咒语吧 后面就选了一首《送别》 我觉得有一点 可以说在音乐上的一种调和吧 第一次的传译进去讲 其实从我开始唱佛曲 我没有计算 我在2003年开始制作 2004年的1月初 我第一张的佛歌专辑 我就没有去参加过任何的 就是所谓的奖 因为我那时候就觉得说 其实做佛曲 还是一个出自于自己的一个心愿 一个想法 就跟以前做流行音乐不太一样 就是说没有什么我在线上的感觉 我要去参加什么比赛 有一些这样子的想法 就没有 那时候还可以说都不用报名 其实就是让大家听到就好 那这次是因为好朋友 因为这次是滚石唱片 帮我发行 代理发行 他们就说这次要不要报一下 其实我以前不知道有传译金曲奖 因为我以前记得在我那个年代 金曲奖是里面有宗教类 所以我还想以为是金曲奖 结果我们现在有个传统艺术金曲奖 他把它拉开来了 所以他其实特别对这些传统艺术 致敬的一个奖项 我觉得挺好的 那这次能够入围 我觉得也不错 就是说借由传译金曲 让更多人知道这样子的一个专辑 得到他们的青睐 自己也觉得非常的开心 是一个肯定 他们觉得说一些传统的泛败 用一些新的音乐语言 能够达到更多的人的耳朵里面 虽然有些人不知道他在念些什么 不知道词意是什么 也许不是那么理解 可是单从音乐本身 就可以直接到他的心里面去 我觉得音乐最棒的就是这一点 也许不是那么理解 也许不是那么理解 也许不是那么理解